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克莱奥的前队友莫里奇主发点球打净 倾倒黄海是中甲的老牌强队 而作客的眉线铁汉则是升班马 这本是一场没有胜负悬念的较量 引人关注的是克莱奥与莫里奇的同场演出 他们都曾是中国足球的转会标王 两人合作的最经典比赛 就是联手孔塔在2012年要挂联赛 客唱无比一血洗全被现代 在赛季的中甲联赛 莫里奇加盟梅线铁汉并成为队长 而克莱奥则在二转时加盟青岛黄海 在中甲的首演是8月4日黄海主场迎战上海身心的比赛 克莱奥在第51分钟实体补登场 当时现场的青岛球迷都抱以热烈的掌声 凭借对中国足球的了解和状态回声 克莱奥自那之后 就坐稳了主力前锋的位置 9月8日晚的比赛战至第33分钟 克莱奥得到中路直三球后反越为成功 插入禁区其左脚推射破门 黄海 1比0领先 第43分钟 玉阳投球封门 黄海将比分扩大为2比0 第54分钟 野牛埃洛赢得点球机会 莫里奇主怕命中 铁汉追成为1比2 第64分钟 克莱奥再进去右路接队有协船 不等球落地及左脚电射 3比1 随后黄海的高翔 贝尔渡各进一球 黄海锁定5比1 凭借克 莱奥的美开尔渡 青岛黄海结束了五轮不胜的尴尬 9月15日晚 他们将客场挑战中在领头羊姆和卓尔 更多赛事资讯请流浪足球大赢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